再來看到神秘的古早味 您有吃過嗎 一名網友最近分享 宜蘭獨有的古早味 泰白粉甜湯 據說可以治療感冒降火氣 還有網友留言說 這真的是兒時的回憶 另外在南投 則是有一間陶藝教室 店長研發了一系列創意甜點 吸引年輕人來吃土跟玩土 認識搖曳文化 更Q了 這碗透明的神秘古早味甜點 你吃過嗎 做法是將泰白粉和砂糖調製而成 吃起來QQ彈彈的 是許多人的兒時回憶 但這復古滋味 現在已經不太常見 這從小知道大的 對啊 這個是我爸爸的時候就傳下來的 台灣的農村 很早以前就有這個動物 一名網友近日分享 宜蘭獨有的古早味 泰白粉甜湯 還據說可以治療感冒 老闆則回應 是吃點熱甜食可以開胃 並不是真的能治療感冒 聽完曝光後 也掀起網友熱議 更勾起許多人的童年回憶 而另外在南投 則是有一間陶藝教室 透過店長創意 轉型成甜品店 一邊做一邊再旋轉它 甜點師傅將蛋糕 以陶藝的概念呈現 過程好像在製陶修胚 但成品卻相當精緻 要顛覆大眾對泥土的刻板印象 讓客人進來之後 他除了可以從捏陶來體驗 了解文化之外 同時呢 藉由甜點的巧思 也可以了解陶瓷的一個 背後的一個故事 老舊甜點勾起大眾心中回憶 穿意甜點則是吸引年輕人 進一步認識到搖曳文化 也進一步將空間再次活化 記者宜蘭南投綜合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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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